近日有网友偶然发现张正汉不止一次去过日本右翼分子的祭拜场地 甚至还曾在日本进过神社前毕业拍照 一时间舆论哗然 众人纷纷对张正汉的亲日行为表示不满 甚至斥责其毫无爱国意识 8月13日张正汉就该事件做出回应 直言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 然而这诚恳的道歉却没能获得网友们的谅解 需要解释的太多直接退圈吧 此后人民日报也出面点评该事件 这道歉是为自己的无知买单 身为公众人物对民族苦难浑然不知太不应该 范范书里发现 靠一句老婆火速出圈的张正汉 近来可谓是黑料不断 从被报与氛围女友分手 到被质疑走后门进上戏 再到如今的亲日行为 范范想说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在享受更多社会资源与社会关注度的同时 里引起的表率作用 希望张正汉还是多长点心吧 当时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时不太心情抗拒 我就觉得 其实不太想演这种 内心戏很多 然后比较相对来说沉默一点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作为演员 发挥来说是有难度 和演起来不是那么过瘾的 是有难度的 未经许可有难度的 回忆